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梦想是要打造一个台湾浮雕团队 让更多人认识浮雕艺术之美 走进工作室就好像进入3D立体浮雕美术馆 映入眼帘的是能随着灯光幻化的月球浮雕 常常吸引路人来着打卡拍照 另外还有这幅镇电之宝 这幅就是孔雀是我工作室的一个镇点之宝 因为从技术上来说 最困难的解决就是它的羽毛一根根的如何去立体 我们要考虑它的接触是否稳固 会不会有晃动 在这个整幅图里边 我们里边用的是白铁的支架 刷毛的技术让它变成一根根的羽毛分明 有立体的感觉 耗时三个月制作的孔雀 低着头含蓄谦卑 但却呈现出华丽转身 蜕变成长的喜悦 每幅作品优雅精致 但投入浮雕壁画创作时 吴韵精说 根本和水泥工没两样 你有看到我有一个细节是做一个喷水的动作 喷这个水 就是说尽量让它的环境不要让粉尘能够飘上来 其实跟那个水泥工没什么区别 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步骤 需要一点力气 女生需要一点力气 然后可能会对刚刚接触这个重机器的东西 你会觉得会有点恐惧 因为它会带马达 那可能在就是注意安全 其实我们就是水泥工 只是会画画的水泥工 会画画有一点塑形技术的水泥工而已 从最开始的接触这个东西 开始打那个料 手酸 胳膊抬不起来 为什么会那么粗鲁 还什么上墙爬那个脚架 女生也会爬吗 就会觉得很奇怪 可是当你真的走进来的时候 原来大家都这样 原来我也可以这样 其实体能上真的是有很大的调整 笑说自己就像个水泥工 其实也说明这个行业的独特性 因为3D立体浮雕创作时 除了得爬上爬下 它所需要的构图原料水泥 一定要特别调配 甚至得配合台湾气候做调整 台湾的岛屿型气候 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因为冷热潮湿加上它地震 就是我们会摇 不管你是东西南北 所以根据这个环境来说 我们需要印度强 韧性更强的东西 加近一个半月的时间 然后我外面有一面墙 那个铁皮的墙 基本上有各种的补土 这种粉类状的东西 全部上了一点 有的干的 有的裂的 反正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都会出现 那目前这个料是最OK的 很细腻 可以打造更加精细的东西 为了塑形 单一材料绝对无法满足 吴韵精做过无数次的实验 特殊原料至少使用五种材料 才调配出 这样才能确保作品品质 而用原料构图还不是最难的 作品打磨更考验耐性 其实我们浮雕是雕塑的一种 那雕塑我们很多是属于原雕 而且属于浮雕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你要求线条的东西 你当然就是需要把它打得更好 它其实是一种柔美 线条的柔美 所以我们要求在打磨的细节上 会比较高 甚至于说你可以在做的 可以做到抛光的程度 如果你要做一朵好的牡丹 你打磨的过程 其实远远比你上料的过程要辛苦 你看我的手都是那种 都是剪 都是或者是裂的 有些它是曲面曲线型的 那种勾勾槽槽的东西 你就用手慢慢地去空 拿沙子一点点打 其实打磨的这个程度是比 它除了细心以外 就是是最艰苦的一个过程 你远拍的效果 其实没差 可是你手摸的触感 那就是不一样 所以你要精致 这是要求 打磨后的精致度 就等于作品价值 浮雕画的立体感 就算用手触摸 都不怕检验 虽然过程辛苦 但吴运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 透过创作 赋予每幅作品特殊含义 一匹骏马腾飞 象征自由民主 少女而跳脱画框的爱权拥抱 述说的是阴阳相隔 再聚首的不舍 鲤画龙翱翔嘉明湖 是记录海外朋友 想落叶归根的心情 浮雕壁画师 透过创意和工艺 让作品加分 然后那个我以为死了 它居然活了 这个梅子树 这个是梅子 28岁那年 吴运金从湖北武汉 嫁来台湾 在中国最常待的是大城市 来到台湾 住进台中新社大南 淳朴的乡镇 让他一眼爱上 一来到这边 就有点像那个世外桃源 听到那个虫鸣声 你知道晚上 听到那个虫鸣声 哇 那个星空 好美 刚来的时候 从那里有没有 很好爬 我穿婚纱爬上去 白天你会看到那棵大树 那棵芒果树 我穿着婚纱爬上去过拍照 因为我觉得那是根的感觉 就是它在宗祠的旁边 我现在给我看这么厚的 我们刘家有这么厚的一个族谱 非常的完整 我突然觉得这个地方 特别有安全感 就是你的根就在这里 你家根很深很深的地方 在这儿有落叶归根的扎实感 更有人情味的熏陶 就看大家是农民 或者我是种田家种香菇 人家拿起笔来 它就是书法家 包括说你去便利店 任何一家小区或者是什么地方 或者路边找一个人借厕所 人家会很有善地对你 不会像房子一样去防你 你把那个心就放下来 这种东西特别特别地宝贵 很珍贵 在有安全感的土地上创作 一路相伴的朋友 最懂她的投入 做艺术是她喜欢的东西 就是她看她画一幅画 她眼里就有光 颜色上好之后 她就觉得 好像是她儿子出生一样 对 就是你看到她眼里有光了 对啊 窄的 但可别以为 吴韵晶一来台湾 就是个浮雕壁画师 过去从事八年的工作 和现在有相当大的反差 长达八年的时间 她卖的是家乡卤 一锅又一锅的压薄 卤获不少 死终粉丝了味蕾 严选中药材和香料 绝不用一滴酱油 就能让食材入味 你以为卖卤味 和现在的行业差别很大 其实不然 她说 卤味也是一种作品 她对作品的讲究始终如一 八年卤味 酝酿的就是一种坚持 这八年中点点滴滴 我觉得都是一种沉淀 沉淀下来 你会累积一份很厚的情感 你觉得不能被辜负 不管你是你的吃的东西 还是你作品的东西 就是你只能在进步 你一直在精进 那我觉得对自己和对大家 都是一种交代吧 就是 也是要求 既然卖卤味生意顺遂 怎么改行做起浮雕壁画 转列点 就得从她家的儿童房说起 这是第一副 我在墙壁上画的画 其实我是希望它是做星空 第一已经铺好了 但是当看到这个 有一个灯 灯座子 灯座 你看它凸出来的地方 它就特别突兀 可是它很像一个眼睛 我觉得 这个立体一个眼睛出来 刚刚好 当下刷子不顺手 不太会用的 因为乳胶器没有对水 你知道它抹不动 所以就用布的手套 沾到乳胶器的桶里面 用手直接抹了一个 反而觉得它有很好的 一个记理效果 让我自己很惊喜 小朋友更惊喜 年轻时爱画画 因为避癌而创作的海豚房 擄获小孩欢心 只要有小客人一来访 就往这冲 这一闯就冲撞出转航面头 在网上我有破网 就会留言说 那你都会干这个 你为什么要去做乳胶 这个会比较赚 不为赚钱 为的就是创作时的快乐 起心动念 觉得自己好像也可以 就这样拜师学艺再精进 投入浮雕创作 从此浮雕壁画 开始在各个角落渲染 社区围墙 有立体生命力的神兽 保护家园 还有阳光普照下 为家人祈福的精尊佛像 天地之大 都是它的创作空间 而五六十年的老宅 也能砌出大气的风水画 红艳的日照金山 变成冷色调的风水图 在屋内能更贴近保存 用眼看 用手触摸感受 财是从天上来 那是老天爷给的 但如果是大瀑布的话 它叫凶 凶险 可是如果是细水长流 天上上的雪 那个雪融化了 或者是雨水 汇集成 慢慢入了这个大的水库 就是一个风水上的 一个设计 这个就是财从天上来 细水长流 小小的汇集到 我们的这个大的水库里边 这两个山头 这个就是我在浮雕上 另外的一种结合的运用 是24K的金箔 所以它不管是日光月光 还是全暗 它都会亮 有两个金山头 那实际上 它整个已经不再是金山了 它是矿 你可以看到它所有 有不同的矿 这里边你可以有 玉石类的东西 有其他的铁啊 什么的东西 所以这个颜料上 我们是用很多的 矿物颜料在做 包括珠光颜料 这面墙从构图到完成 只花45天的时间 浮雕壁画师吴韵金 把水墨画 工艺画等技艺 全都融合发挥了 先刷的时候 不要往下拉 我们顺着它的方向 不然它可能那个料会倒料 你看它有点往下去 因为我们的中心在下面 除了创作 它也开始教学 希望在台湾培育更多浮雕人才 未来能打造台湾浮雕队 台湾是一个非常 站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平台 台湾虽然很慢热的一个土地 但是它的忠诚度很高 我们追求的是质量 不管是从媒材 还是到精致度来说 我希望说有一个品牌性的团队 从我们材质到人文 它继承所有的全部 就是把好的部分 我们集中精华到一起 我要做到有售后 MIT就是台湾品质保证 它希望在台湾本地 打造出一支品牌性团队 从台湾起步 迈向全球 大鱼岭跟梨山 福寿山这三款 是我最爱的台湾茶 香很清高 而且醇厚 顺滑 和大家分享 在台湾最爱的三款茶 她还有个身份 是个高级审茶师 让原本就有艺术气息的她 更具有细腻观察的敏锐度 一般审茶师就像 其实跟台湾的品茶师差不多的 就一般茶塞 但是我们可能会 大陆有很多的豆茶会 除了你要评这个茶的级别以外 还有很多的豆茶会 有些同级别的茶 做一些私下的一些品鉴 其实我们日常干嘛 日常就是 说白了有的时候 我们的功能是 有很多人请客送礼会送茶也 当你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的价值多少 你可以拿到我前来 当然我也要喝一喝的吧 我也趁点好茶喝 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大概地 估算出它的价值 你都知道这款茶的价值是多小 我应该说这份礼有多重 我该怎么去回 品茶就是一场五官感受的饗宴 这也和浮雕壁画创作不谋而合 也因为茶让她和丈夫相遇 缘分吧 就是那个时候快三十了 就有一个人聊得来 然后加上各方面都能够 给予你很多的支持 就不是那种乱掰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人好像 我觉得能够和我一起聊 每方面你都能够聊得来 而且它会给予一些高度 在里边的时候 这个人应该不赖 从湖北来到台湾 吴运金一直保持一个信念 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到最好 不管是卤味品茶 还是浮雕壁画 这一路来 运是续藏是沉淀 金是精华 当年爷爷取的名字 赋予了吴运金不同的使命 而浮雕壁画 正是运金这两字的 最好体现 面宽三米 那一般两房的房型的话 你有三米这个空间 是蛮舒服的 客户来到就请他做一下 感觉这个空间感 积极的他愿意多花点时间 摸索学习 让自己快速进入状况 他深信 只要努力获得客户认同 机会就会出现 来自香港的李业强 2014年跟太太结婚后 就搬到台湾来 过去曾经投资过房地产的他 开始在桃园青浦 从事不动产经纪人工作 李业强他的自我要求很高 曾经一天内连跑12个客户 从事陌生开发 他积极有效率的工作态度 很快就被看见 这些年转进房屋代销业 不但自己拍摄建案的影片 在社群平台扩大行销 增加能见度 将很多原本滞销的案件 成功完销 而且创下同期最高销售记录 一路走来 李业强他的移民人生 在台湾找到了安定 不论做什么工作 他都用力踩 努力冲 尽力就对了 不用上班的放假日 女儿黏着爸爸 一起在房间里谈电子琴 国小二年级的女儿 很享受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光 我有时候我女儿叫我陪她看电影 我下班回来看一看 我每次都看不完 我八点多看一看我就睡着 然后他说爸爸你每次都陪不到他 对 我常常都想陪他看 可是都不行 那有时候喝了咖啡陪他 对 这只能这样 来自香港的李业强 目前在房屋代销业担任专案经理 主要负责桃园市青浦地区的 城屋建案销售 基地POP加灯 那通常加灯它会确认两个东西 有些时候风太大 我们通常节奏都是小房型先出 慢慢慢慢卖 那你热络嘛 然后我在打一些大屏树的 那有现场有氛围 大家觉得比较热闹 我再来一些大屏树的客户 他也感受到也会下走 这一户啊 今年没有卖过 对 两年 两年都卖了两户而已 虽然入行岂不比别人晚 但是李业强是有企图心的 他掌握以人为本 以客为尊的销售策略 注重细节 带着同仁 一步一步围调现场操作 营造建案的价值感 客人一开车进来 整个停车位的动线 整个建案的清洁度 我们整个服务态度 而且是销售人的信心 我都完全要调整 我们面宽三米 那一般两房的房型的话 你有三米这个空间是蛮舒服的 客户来到就请他做一下 感觉这个空间感 今年五月中才接手的新案子 由全新的团队重新销售 在他滚动式调整的策略中 三个月多了两成的销售夹击 他告诉我们人的价值 对 因为在台湾工作 就是老板的那种角度 和香港就是不一样 他会带我们一起冲 他会认为说 这份就是我们都是一个team 没有真的没有一个不好的人 每个都是很好的 只是说你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人帮你扶一把 他一进来 其实他可以点出很多 目前在案子上比较缺失的地方 他可以马上做补强 甚至广告上或是媒体 像不够力的地方 他可以再做一些 加强的推波等等之类的 桃圆市的青浦地区 因为重大建设多 高铁直达台北只要20分钟左右 吸引大台北客员 及许多逐科新轨移居 然而在众多新案中 如何让消费者看见 李叶强修正了传统的宣传策略 无论是网路 就是我们也会搭配一些大型活动 其实就是一个曝光效应 就是只要你的产品 最主要前段的流量一定要够 再来我们调整广告媒体 那把我们诉求很明确的 让客户知道 他就知道 我需要的东西 有可能就是这个产品 就过来看 所以我广告也打 就是我们是A18最强的成物 也太窩心了吧 没有啦 他昨天 他昨天生日 李叶强跟同时的相处 更像是朋友 没有传统的长官与下属阶级之分 业务上欢迎大家提供各种经验 或者创意发想 唯一的要求就是 一起努力 共同达标 他的工作态度不像是台湾人 对 因为他懂得生活 又懂得工作 然后他又给其他 就是跟他一起工作的伙伴 有自己发挥的空间 他其实就是给你一个任务 那你就去完整了他 他不会给你太多的限制 他会让你自己去发挥 做主管最重要是 让下面的下属 我姐信任都可以学到东西 这样子才能激发他们真的自己的动力 大家都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这里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主管 最开心想看的东西 33岁来到台湾 38岁进入房仲业的李叶强 能够在42岁成为房屋代销业的专案经理人 其实是有脉络可循的 房仲业在台湾来讲 很多地方是没有薪水的 是零底性的 那他太问我 没有薪水你也愿意做吗 那但是在我角度来讲 我觉得没有薪水很好 我就当作是创业一样 他的奖金也会比较高 我知道 应该就是他都会去 跑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后 从白天到晚上 到很晚 因为你会去拜访 都会有那种 可能会被一些不友善的对待 对 我觉得应该 就那段时间 他经历蛮多这种的 我讲一讲 好像我到原路来 就觉得还蛮心疼他的 对 李叶强回想着说 刚当房仲时 别人可能一天做六七个陌生开发 他可以从早到晚 拜访十二位客户 积极的他 愿意多花点时间摸索学习 让自己快速进入状况 他深信 只要努力获得客户认同 机会就会出现 就像当年 一位客户坚持以未来价 出售高铁站旁的房子 同业经营不了的案子 他顺利找到了买家 帮屋主成功售出 我去台北拜访他两次 那他也觉得我蛮认真的 也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试试看 那后来我也找到卖方 因为我在YouTube也有做一些 拍一些影片 来泡沫他的房子 那刚好客户有 从网络看到我房产的广告之后 我也发一些影片给他 说房型确实是他有他的优势 今天虽然外面的风波很大 但是这个案件的通风状况 是非常好 我现在用一本纸巾 来测试给大家看看 勇于尝试的个性 放大了李叶强的生命任性 遇到困境 就是找方法解决 没多久时间 他从房仲业跨入了房屋代销业 开启另外一个专业领域 从一个土地区的产品怎么规划 到行销 到销售 我们都要整套很完整 很专业的 都要了解到 代销业它是接触一个建设 它很多户型 是要拿出来卖的 那我到底怎么包装 怎么定价 怎么行销 它都有一个 有一套方法 很显然 代销业要学的面向更广更多 社群平台影音的制作投放 是销售上的一大助力 绝对不能放弃 李叶强的太太 开始成为先生的帮手 协助议题拍摄制作 自己去剪辑 拍摄也是自己买一台单眼 自己来拍 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 那当然后来有些外景 会找我太太协助一下 那回来也是自己剪片 自己加字幕这样子 拍摄短眼音助攻销售 未为风潮 现阶段几乎成为 建案销售的标配 当年李叶强的嗅觉 比别人灵敏 早就超前部署 抢先执行 他还记得 在三重有一个指标性豪宅 因为单价高 卖了两年还是买其低迷 他接手后又遇上疫情 录制了影片介绍 在网络上主动行销 结果又打了一场 玩风战役 大家好,我是Frankie 今集想带大家看一下 台币4千万 可以在台湾买到 怎样的楼宅 这个健身房可以看到 整个台北的景观 暖到去到101 宜山大饭店 都可以看到的 我相信在这个健身房 运动非常之心抗神异 三重区域它的课程 可能能花到 三千万以上的课程 比较少一些 那再加上 它单价也是区域比较高的 所以那个健康 大概卖了六年 都还没玩笑 疫情下来 反而是健康 可能觉得 未来房市 有很多不确定性 所以想说 价钱也可能 可以跟客户 多一点互动 最后在大概几个月 我们就把这个 最后几户大瓶树的 都玩笑了 我比较喜欢 自己画的法 然后把它变成真实 对 可以 我们去非照盖 去非照盖 我看到那里很远 有大大小孩 爸爸的忙碌事业 是女儿画画史的构图 多么甜蜜的对话 没有上班的日子 李也强一定把时间 留给老婆小孩 陪陪家人 是感谢他为家庭的 贡献 努力 他这么努力 觉得 就是 努力不一定可能就是 一定会多成功 但是至少 就是都在前进的路上 我希望先生就是 自己身体要顾好 然后对 就主要是很感谢他 傅文美跟李也强 在澳洲打工时认识 远距离恋爱之后 2014年结为夫妻 李也强就此移居台湾 先生在异地 重新摸索打拼的事业 傅文美都看在眼里 总是在背后 默默支持的他说 先生鲜少谈工作上的挫折 因为怕他担心 但他心里很清楚 李也强有责任感 自我要求高 是一位努力为未来奋战的好老公 因为他是很努力的人 所以可以跟他一起 一起进步 一起学习 这是我觉得 这是很喜欢的地方 对 因为我觉得他很棒 这是很骄傲的地方 没有太太 我也成就不了今天的我 所以我很感谢他 小孩也是很乖 他真的很乖 对 那他也知道爸爸很忙 对 好像出国我也陪不到他 有权力支持老公的太太 贴心的女儿 李也强在台湾 成就了一个温暖的家 采访当天 一进门时我们就发现 鱼缸旁摆了一张 女儿画的小卡片 告诉我们 家里有带了皇冠的爸爸 妈妈 以及像小公主一样的他 小小暖暖的 这正是他们最幸福的窝 傅文美说 先生工作忙碌 不过一家人 还是会一起看看电影 骑骑脚踏车 对李也强来说 阅读和骑单车 都可以跳脱现实 是抒压放松的最好方式 忙 很忙的这个字 一边是心 一边是死掉那个忙 你太忙 心就会死掉 我还是跟同仁这样讲 对 你还是不然太忙 你还是要抽一点时间 好像去骑个单车 去看看电影 听听歌 这样子你整个工作的值 才会增加 最近看那个小王子 他讲一句就是 最重要的东西 眼睛是看不到的 对 可能钱你看得到 但是很多东西 比钱更重要 2023年夏天 我们采访了 来自香港的李也强 记录了来台九年后 他成功卡位 代销业专案经理人的 亮眼表现 以及幸福家庭 却也同时发现 李也强正计划 带着老婆小孩 再到世界各地走走 因为我有跟小孩 跟太太的讨论 可能有一年 就可能明年 我们就去世界走一圈 那可能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可以拍一些 我们不同题材的东西 在走这个世界的时候 像我之前也是到澳洲 也是因为我也是自己去澳洲 然后才会认识他 我觉得其实到世界各地去看看 去学习就是蛮好的 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的 李也强认为 走读世界各地 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他希望从小培养女儿的世界观 至于正直巅峰的事业怎么办呢 找到你的点 你的能力 也可以应付到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还是有位置给 可以给你 给你一个舞台 迪也强教会我们的是 勇敢走出舒适圈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 而是坚持 你才能看见希望 瞧一个地方 对 然后适合的这个角度 去拍下我的影片 杨文宇终于有了好成绩 现在除了周一到周五晚间 排满课程 就连自己录制的影片 也无私在网络上分享 明峰纯仆的彰化线 到了夜晚 却是充满热情 从中国福建 远嫁来台的杨文宇 总是在这个时候 带领社区的姐妹弟兄 一起跳广场舞 过去十年间 他在云林曼辽 经营槟榔滩 虽然是半路出家 学广场舞 但是他的专业度 一点也不输人 窈窕身形 加上灵活的律动 让学生们上课充满兴致 而从小爱唱歌的他 认为有歌的地方 就是天堂 虽然当不成音乐老师 如今他却成为一位 受欢迎的广场舞老师 成功圆梦 热血带进的红白制服 舞动着 学院的热情和夏夜 一样炙热 别小看这一群广场舞 每周一夜晚 在宁静的彰化皮头掀起狂潮 忙完家事的大家 准时晚上七点半聚集 来这上课 和一般排舞不同 广场舞有更多的舞步跳法 这是广场舞老师杨文宇 用心编排的舞蹈 将近上百人上课 成员不只是婆妈 还有小朋友 年轻男性 就连乡民代表 乡长 有空也会来参加 很多的同学进来都说 我手脚不协调 我手脚同手同脚 我觉得这个问题都不是问题 就是只要你来 你想跳 你想运动 然后你给我一点点时间 跟着我 然后你就会学到 一手一手的舞蹈 老师很美 也只有漂亮 所以我们很期待 上这一天课 每次都要把所有事情 赶快做完 赶快来上课 不要缺课 老师 灵巧的节奏感 和浅显艺学的舞步设计 不只吸引学员 大家还赚到快乐和健康 我们姐姐已经瘦了 大概有9公斤了 现在已经太大了 对吧 一穿来 他们学员当中 就跟我说 老师 我瘦了几公斤 我瘦了三公斤 我瘦了五公斤 我瘦了十公斤 他们不是用药物去控制 真的就是跳广场舞 四 五 六 七 八 这个前面要看吗 五 五 杨文宇在彰化台中的 广场舞教学颇受欢迎 周一到周五晚间排满课程 虽然都是在中部乡间教学 但带动出的热情 总能划破乡间的寂静夜空 老师的分解动作也很清楚 所以说让学生很容易地 就去接收他的这些舞步 然后跳出很不一样的那种 广场舞的这种舞步出来 大家就跳得很开心 瞧一个地方 对 然后来适合的位置 对 然后适合的这个角度 去拍下我的影片 这个影片拍起来就是 做我自己的教材 就是广场舞的教材 杨文宇是个专职广场舞老师 每天花费不少时间排练 希望每一堂课都能交给学员新舞步 而且贴心的他还在课前 录制影片好让大家练习 不管正面还是背面姿势 学员在家透过画面 就能轻易复习 我把影片做下来呢 正面背面 然后给同学看 他有的人会跳舞的 他可能很快就会了 如果不会跳舞的 他听到的音乐 他就也熟悉了一些 那我们去上课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快速的吸收 以前人家会觉得说 广场舞好像是大妈在跳 就好像是大妈跳的才是广场舞 现在这几年的流行 所以变成广场舞的年龄 他就会越来越年轻化 现在可能从你80岁 你会跳得动 到了就是34岁的小孩子 你懂得音乐的节奏 都可以融入在这里面 虽然剪辑影片费时又费神 但为了让学员有更多资源 熟悉舞步 一周至少完成两三支影片上传 每支作品都是他的用心良苦 做影片的人应该都知道 这一定是很多的时间 后会在这个剪辑上面 如果说一个影片好了 几分钟的影片 从我开始录到我剪辑完整 剖上去大概会三个小时 其实投入广场舞教学 杨文宇可说是半路出家 2020年才取得土风舞丙级教练阵照 考照前他还是一家小店面老板 因缘际会休息几个月 想说学点有趣的事才开始学舞 没想到越跳越有兴趣 朋友鼓励他考照 也因此投入不少心血苦练 其实我那时候刚开始学习舞蹈的时候 我真的是学到哭 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没有底支 然后我想说我很想要 但我又不会 那我要怎么办去克服 我可能就是上完课回到车子里面 我就哭一哭 我那时候因为一个多月后 我就要考证照 所以那个时间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 我可能一整天一整天都在练习这些舞蹈 因为它舞蹈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知道说 这个是恰恰的舞蹈 然后这个是倫巴 这个是捷舞 这个是很多种 对 所以那时候的时间 一个多月我可能人家要准备半年跟一年 我一个多月我就准备下来 舞蹈是充满灵魂的肢体语言 苦练和兴趣是养分 滋养出每个动作都是心血结晶 杨文宇终于有了好成绩 现在除了周一到周五晚间排满课程 就连自己录制的影片也无私在网路上分享 只希望带给大家健康 分享流行舞步 其实会半路出家当个跳舞老师还有其他原因 因为从小爱唱歌的兴趣 让他始终放不下音乐 因为我妈妈很喜欢音乐 然后变成就是我是个哥哥两个姐姐 他们都很会乐器 我记得我哥哥在拉二福 他就叫我说妹你可以过来就是唱 对 我还记得就是小小的时候 唱一首《外婆的澎湖王》 所以可能就是这样子从小到大 喜欢上音乐后 给我自己的心里面就想说 我如果能出去在社会上 能做一个交唱老师 或者说我能在一些餐厅哪里去助唱 其实这个都是我心里面 就是一直想要的东西 来到台湾即便为了工作 开了家小店 唱歌也一直未忘怀 偶尔登台表演也能弥补些遗憾 来到台湾后 就是也在台湾这个社会上 就是说我可以出去表演 就是像庙会 或者说喜庆 封宴 公益的团体里面 然后我就可以到这里面去唱歌表演 那其实这个对我来说 也填补了我小时候的 那小小的愿望 就算是我没有学的歌曲 在卡拉OK里面它音乐放出来 我可能导唱把它开大一点 我就会跟着唱 后来发现我就数了一下 合唱的歌曲 我最少可以合唱个五六百 一首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因为对唱歌的执着 原本在台湾从事美容业的她 决定在云林卖寮 开一家槟榔摊 让大家休息 建唱歌 可能对我来说 我好像不太适合 但是我后来就是知道说 里面有卡拉OK的话 那我要去 对 就是超喜欢的 一进来我还是觉得很熟悉 还是觉得好像自己的地方 因为每天都这样 来回来回 对 进进出出的 在云林卖寮经营十年的槟榔摊 主要提供小吃 凉水 还有卡拉OK 让在地的劳工休息 不过为了专职广场屋老师 杨文宇才刚刚把店面顶让出去 就地重游 仍不忘在这唱歌工作的日子 那其实我觉得 我在这个槟榔摊里面 十年的时间 我在这里真的 这是我的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但我觉得 我觉得很快乐 我觉得在这里我的回忆 如果说四个字形容喜怒哀乐的话 我觉得我这里只有两个字 就是喜跟乐 我的客人常常说 我进来就是 来到你的店里面就是很自在 就是感觉也好像 我回到家的感觉 对 然后他们就是来这里就是 早上上班 或者说到了网上 有一些人 他就会一定来到我这边集合 对 好像是一个 就是下方的一个据点一样 在这里有满满回忆 但他感恩的是 不管是劳工还是大老板 在这休息唱歌疏压 没有阶级 一首歌就拉近彼此距离 我喜欢里面的那种气氛跟卡拉OK 就是客人来我的槟榔汤的时候 他们觉得很自在 就是我们也像朋友 因为可能都是我们这种年龄层 所以他们可能喜欢我的 就是外相 然后喜欢我会唱歌 然后也有客人说喜欢我的 那种笑的脸 以前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常常来这里玩 因为就很无聊 没去上班 因为喜爱唱歌 也结交不少台湾闺蜜 平常大家唱歌跳舞 一起表演不只是玩乐 更多的是为了投入公益 他们是我台湾认识的朋友 认识他们以后 我觉得我也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因为有一个朋友 他的名称叫爱心天使 那我觉得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奉献社会 就是不以回报的那一种 他带我进入了那个公益团体里面 他有一个乐团 那我们就唱歌 那因为他们的公益活动都是 去老人院啊孤儿院啊 或者说哪里去做公益 那其实一次又一次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就我自己觉得我学到了很多 进入了这个公益团体以后 我发现真的 我爱上台湾这一片土地 因为我发现 就是有这么多人为这个社会付出 他们其实是默默地付出的 可能就是没有人知道 他们付出的多少 然后他们可能乐意付出 然后就是大家可能不管去做什么 都是那种开心的 闺蜜们看着杨文宇一路成长 收获满满 也替他觉得开心 那我认识他六年多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多可爱你知道吗 拿了一些赠品 就是沐浴乳 我还记得 沐浴乳还有洗碗筋 就说姐姐这些 你拿回去给弱势 帮助弱势就是有需要的人 就一堆一大箱这样子 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我就在方苑的普天公 看过他跳舞 我们两个互相不认识 后来我提起有讲到 他那时候就在那边 无常教人家跳舞 就一直一路上来 现在变成一个名师 我觉得很厉害 从工艺团体志工伙伴变成闺蜜 杨文宇把自己的生活打点得充实有意义 从没想过刚来彰化大臣的时候 还觉得这是偏乡很难适应 但就因为爱唱歌爱跳舞 有歌的地方就是天堂 5 6 7 8的时候我们两手去左右左右摇摆 臀部也是左右 我每天要学习就是新的舞蹈 还有我要每天要上课 要上课的话 我还是要去揣摩 就是这一首歌 几个八拍 或者说第一段第二段 要如何去跳 然后我如何去分解 就是分解很重要 我要去如何分解 然后给同学 让他们吸收得更快 每堂课都有新舞步 广场舞开课以来 学员迅速成长 从屈指可数 到了七八十人还得再加班加课 大家的情感 也因为热情舞步更加凝聚 自从参加了广场舞 从不认识到认识 从认识到更深入的认识 从更深入的认识到变成 大家是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 一个人生病不舒服没来 三四十个人跟他问候 明天马上好可以上广场舞 这个广的意思就是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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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到你无法地形容 那我们大家的感情 就像这个广场舞这样 好大 好大 也好深 我记得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 你是台湾广场舞的始祖 我觉得这一句话 它给我一个激励 我没有那么伟大 但是我觉得它是给我一个激励 对 然后我就很想要 把我洋文影广场舞 花洋光大 透过舞蹈发挥热情 透过旋律表现艺术 杨文宇不只是教课 还带领大家参加比赛 一起旅游 舞蹈联系了大家 让热情在中部的乡村 炙热燃烧着 杨文宇滑场舞 耶 回顾今天节目的三位主角 麦鲁味的老板娘吴孕青 变成了浮雕壁画艺术家 超级房仲李月强 漂泊人生在台湾找到了安定 而过去经营槟榻滩的杨文宇 成为深受婆婆妈妈喜爱的 广场舞老师 这三位主角在生活当中 不断地累积 历练 活出自我生命精彩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探索多元文化 看见台湾新助力 我是王嘉玲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agetоп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